欢迎收听百灵国news 这里是花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欢迎来到百灵国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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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节目开场白 同时宣告不怕讲错话 在一片播客热潮中 以国际新闻起家 访谈风格呛烂的百灵国 幽默活泼的讲解时事 成为podcast排名前三的节目 那你觉得你跟苗博雅 谁做的比较好呢 直接 他给我一些非常聪明的意见 他讲话的时候都觉得 面对接连而来的敏感问题 让口条好的呱吉不断语色 加上两人尖锐提问时 常伴随一连串魔性笑声 三十几岁的两位主持人 都是海归学子 凯丽在美国读口译 Kent则在大陆雪上馆 podcast绝对是蓝海 然后还在成长期 只要你的东西够特别 表现最好的应该超过二十万 收听单集 这边就是其实后面有个不连 然后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节目 平时录音也会把影像上传到YouTube 赚取流量 两人在福伦社结识太阳花学运后 因为感叹台湾人对于国际局势理解不够 才决定携手制作国际新闻节目 很多人会说 不是应该是新闻局在管吗 新闻局早就收掉了 废很久了 好吗 女生差不多是55 然后男生45这样子 国际新闻本来就看的女生可能会比较多 国内政治感觉看的男生比较多 podcast收听模式在国外已经发展15年 近期随着podcast创作者和优质节目大量的出现 加上蓝牙无线耳机普及 网红艺人都跟进 听众能利用运动 同情的零碎时间学习知识 不只主持人个人魅力 言之有物才是要见